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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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亿盘曲 后面看似随意交织的线条 又勾勒出葡萄的叶片 果实和枝脉 作者的情绪 似乎也在此刻达到高潮 比随心走 心随比动 暴雨般的浓墨错落有致 如狂嘶怒吼 咒语将至 然而 一阵激进狂乱的涂抹之后 一切又戛然而止 一株安静文雅的芭蕉冉冉而立 渐渐的 椒叶墨色 由浓变淡 化作转向一株梅花 梅枝横斜而出 虽然枝头向下 但所有枝条根根直立 傲骨蒸蒸之气 悦然指上 最后 寥寥树笔勾画出的水仙 竹子 成为全卷不尽的尾声 余味无穷 通过卷尾 天池山人徐魏细抹 八个潦草的大字 我们得知 这幅画的作者 是被世人称作疯子的徐魏 徐魏 浩天池山人 青藤居士等 中国浙江绍兴人 他多才多艺 既是画家 书法家 又是诗人 戏曲家 他的诗 被中国明代文学家 袁洪道 尊为明朝第一 他创作的杂剧集 受到中国明代剧作家 汤贤族的极力推崇 而他创新的大写艺画牌 更是被无数人顶礼膜拜 与追随 通过南京博物院收藏的这幅杂花图卷 我们不仅领略到了徐魏 高超的大写艺水墨画技巧 同时也仿佛跟随徐魏一起 感受到了他绘画时情绪的 起起伏伏 酣畅似 有人说呀 这幅杂花图卷 实际上是徐魏为自己而做 他将自己一生的跌宕不定 都融入到了这幅画里 表现在了每一株植物花果之上 那么徐魏到底经历过什么 对他的绘画风格 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徐魏自幼失去双亲 性格孤僻内向 但他天赋异禀 少年得志 他六岁读书 九岁便能作文 被香身誉为神童 二十岁时 徐魏又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中了秀才 轰动了全乡 然而 徐魏并没有满足于眼前的小成绩 而是更加努力地学习 准备参加乡试 考取举人 然而 命运似乎总是喜欢开玩笑 三年一次的相识 徐魏竟然接连考了九次都没有考中 公元1555年 35岁的徐魏刚刚结束他的第六次相识 面对与前五次同样的失败 徐魏似乎平静了许多 此时的明朝 北有游牧民族侵扰边境 南有倭寇骚扰沿海 鲍国心切的徐魏 毅然决然地换上短衣 加入了守城士兵的队伍 并先后参加了 科庭高部等抗窝战役 他仔细观察战场形势 认真记录下每一场战事的经过 然后反复分析成败的原因 最后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 战场上的徐魏忘记了自己的不幸 也忘记了科举的不顺 初上战场就显示出了他过人的军事才能 在此期间 有一个人一直在关注着徐魏 这个人就是当时的这民总督胡宗宪 胡宗宪十分欣赏徐魏的才气和胆识 便招募他做自己的幕僚 一同抗窝 徐魏也不负所望 在此期间 为胡宗宪写了许多文章 出了不少计策 还从多次化妆 深入敌垒 侦查敌军兵力 为七级光 于大游等抗窝将领 出谋划策 多次扭转了战局 使明军反败为胜 就在徐魏一度以为自己的前程 越来越光明的时候 命运之神再次将他抛入了深渊 公元1561年 也就是明家境40年 41岁的徐魏第八次相识 再次落榜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第二年 由于当朝全臣倒台 胡宗宪也被弹劾入狱 后来在狱中自杀 徐魏为此不仅失去了饭碗 而且随时有可能受到牵连丢掉性命 在恐慌不安与悲愤之中 徐魏曾经数次自杀 但都没能如愿 对未来失去希望的他彻底崩溃了 精神开始有些失常 并且因为怀疑妻子对自己不忠 而误杀了妻子被捕入狱 七年之后 正赶赏明万历皇帝登基 大赦天下 53岁的徐魏重新获得了自由 但他从此穷困潦倒 截然以身 这一年 徐魏来到了金陵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来到金陵后 徐魏的精神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他有时明白 有时糊涂 有时喝醉了酒 甚至都找不到回家的路 然而 正是这种恍惚又有些癫狂的状态 成就了徐魏在画史上的一次大突破 使他接连创作出了一幅幅 惊世骇俗之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赏 Massive 您的声音 如何 请不吝点赞 尽 写 什么 毙子 如果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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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优后来还是离开了金陵 回到了绍兴老家 最终苍老贫穷的徐优 在几间东岛西歪屋一个南枪北调人的境遇中去世 是什么原因竟然让中国明代的皇帝下令抓了外国进贡的使臣 一件有着特殊文样的衣服 为什么会牵连众多制造紧缎的民间之工 中国古代皇帝的龙袍究竟是用怎样的技术制造的 国保档案 国保档案带您走进积住生生的锦绣江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